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视频中球友提出的问题呢是一发力就会出界 首先呢从整体上来看这位球友他站的中心过高 所以会出界的原因会有这一点 第二个问题是他向上收小臂收的过多 这位球友呢收小臂收的很好 但是呢收小臂赢钱的不够 因为我们现在打的是上远球 不需要向上收小臂收的过多 应该把收小臂转换成赢钱收钱臂就可以 第三个问题呢 他出界的原因还有可能是 在瞬间的时候没有抓住拍子 就是力量过于松散 顺着球就挥上挥出界了 在击球的瞬间呢 我们一定是手指手腕抓住拍子的感觉 不是松的顺着球就出界了 很多球友都会出现攻球出界的感觉 或者发力的时候就会出界 这个时候呢有以下几点原因 就是可能是拍形稍微的后仰的多一些 可以前轻一些 包住球多一些 还有呢就是动作幅度过大 向上的幅度过大 导致球顺着你的动作幅度 运动轨迹就出界了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重心呢太高 也是向后仰的多 重心可以稍微下来一些 前轻一些把球都迎前一些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 球来的时候腰带着手向后转腰 向后引拍转腰 然后击球的瞬间 手指手腕抓住拍子 向前回拍 这就是我对这位球友提出的建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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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